个儿大肥美的生蚝到底怎么取出来 百元一斤的小鱼究竟长什么样子 休闲渔船的体验可以有多么丰富 一条鱼的成长又能带来哪些财富 像蟹一样的就刷着它过来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去广东江门的海边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问村镇的镇海 海湾是吧 我身边这位徐老板给我们介绍 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贴近洋海 那边就是大海了 是是是 然后所以咱们在这边这些都是海水 对吗 海水养殖 海水养殖 养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生蚝 这些生蚝是什么时候捞回来的 光光捞回来的 然后大家就在这 要现场把它们都撬开 是是是 台山蚝是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的特产 台山蚝味道鲜美 肉质白净饱满 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文明 并于2021年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台山蚝中以汶村镇及周边地区出产的为上品 这里凭借咸淡水交界的地理优势 为生蚝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 那你怎么知道从哪下这个刀呢 这是你要看猴口 这是猴口 从哪看 这是猴口 尖的地方是吧 这是猴口 这里的猴口 这里下 猴口 这里有一个 你敲开这里才可以 您一天干这个工作能拿到多少工钱 有些是按金数计 有些是按天计的 这一般按天数计的就是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 嗯 一两百块钱 对 按金数计呢 那一天按金数计 猴口好的话呢 两三百 两三百 这几点干了几点呀 这个早上七点钟 干了下午四点 两点多钟 这样子拿 这样子拿 拿厚一点 拿厚一点 对 然后在这里 从这下高 对 你这样子去下 用厉点 对对对 找到了 对 然后往后面撬 往后面 往这边撬 这样子撬 这样子 哦 后面撬 哎呦 慢点 哎 对对对 然后刮了 把那个喉丁 那里刮了 刮了 然后你再撬开 就好撬着你 把这里 把这里刮了 这里刮了 这里刮一下 对 哈哈哈哈 我这就算是 撬坏了吧 对 撬坏了 撬坏了 这个就不能用了 一边撬的时候 要把这个喉丁 这里要刮了 一边撬 一边要把这个 这个 它跟这半边壳的 这个连接的地方 要把它 对对对 把它铲掉 对对 哦 铲刮掉以后 然后再撬一下 它就开 全面开了 这才能开 对对 你看 这个 这个工作啊 你看着大姐在这儿 这个下刀如飞刀啊 叉叉叉叉 就几下就把一个 壳开出来了 其实真正上手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的简单 里面是有很多技巧的 对吧 就是一不小心 就会把这个壳伤害了 那这个就用不了了 吃新鲜的可以 但是晒筋头的话就不可以了 哦 晒蚝干就不可以用了 对对对 能用来吃 对对对 哦 那有一窍 很大的 棉组的 就打开 你看 它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连接 那个帽子 连接 你把它 进去帽子 这个样子 哦 顺势就把这个连接点 给它关掉了 刮一下 然后再拿出来 哦 你看 然后这里再把它刮一下 就可以了 你看大姐看了 就好完整了 然后这个蚝的这个皮相 品质还真的是很好 哇 这个好肥 好肥好肥 每一只都好肥啊 每年四月 台山蚝收获季 已经走进尾声 此时采摘回来的生蚝 生长期最长 也最为肥美 天气越来越暖 日光正好 正是晒蚝肝的最佳时期 晒蚝肝很简单 只要将包出的蚝肉 清洗干净 平铺在网架上 自然晾晒即可 徐心白 通过挖掘生蚝的味道密码 成为了当地的 制服带头人之一 他告诉我们 新鲜生蚝胜在仙子 但是蚝壳大而坚硬 不利于运输和保存 把生蚝晒成蚝肝 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而且口味上也有不同 反而还浓一点 反而还浓一点 是啊 因为浓缩了 现在冷缩以后 消费者买回家以后 他在吃的时候 就是简单的 就是拿水一泡就可以了 拿水一天洗就可以 不用泡 这个你如果拿来煲汤 煲汤真来吃就可以了 台山蚝品质优良 晒出的蚝肝 鲜味更加浓郁 而根据晾晒时间不同 台山人把蚝肝 也分成了不同的品种 接着就去做成肝 就是要晒到它 一点水分也没有才行 是是是 所以这个要晒多长时间 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星期左右 如果春期后一个礼拜 春期不好可能要洗多钱 今天这种天气就还不错 是吧 是是 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那边是要晒成半干的 半干的 半干在那边 晒半干是在几天 不用几天 大概有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哦 这种就是金黄了 这就是金黄 它为什么叫金黄啊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去说的 一直以来的这个 你看它的颜色比较金黄色是吗 颜色金黄色 你看 哦 那这种其实能摸得出来 和刚才的那个区别 这个就是里边都是 虽然外表看着是摸的是干的 但是里面都是水当当的 全干的叫做蚝齿 半干的叫做金蚝 一个小小的生蚝 就被台山人分成了 鲜蚝蚝齿金蚝 世代累积的口味密码 如今也成为了他们的致富密码 一斤鲜蚝能出这种全干的能出多少 二两左右 二两左右 一斤才出二两 那价格肯定也要 跪啊 往上翻了 是啊 最后的四百多呢 四百多一斤 一斤 一斤鲁齿价格三四百元 依然供不应求 生蚝及其身家工 每年不仅为徐新柏 带来一千三百万元的产值 也成为台山豪农们 最引以为傲的特产财富 在台山豪农们忙碌的同时 乡邻的新会市 衙门镇衙门鱼港里 大大小小的渔船 已经陆续驶向大海 龙邻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漂亮的小美女 叫佩怡是吧 刚才远远地看见你们 傻伙在撒网 这是捕什么鱼 哪种鱼 现在这个季节 一般是凤尾鱼会比较多 每年二三月份 凤尾鱼都会跟随着洋流 出现在衙门一带的海域 佩怡说 父亲也已经出海了 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根据他的经验 他觉得他会到处走 不一定在一个地点 一个地方 他就哪个地方多 他就往哪个地方跑 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在哪里打捞的比较多 然后就去那里 就是去找鱼 去找 那给多长时间回来 一般有时候三四天 有时候一两天 看鱼网多的 当天就能回来 因为那个鱼要保鲜 凤尾鱼味道鲜美 不易不落 佩怡和志鹏小两口 今天决定碰碰运气 在近海处撒网捕鱼 可是他们似乎遇到了难题 那个标做记号的那个沉下去 那怎么要等呢 等一下那个流水没那么急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摸 经过一番寻找 我们终于在茫茫的海面上 发现了标志物 赶忙把鱼网拉上来 我终于找到了 刚才水流太急了 有被冲在这个水下面了 你找不到在哪 现在终于找到了 等一下把你弄死 没事 你给它抓紧模糊 注意 哎呀这个等待的过程 真的是太让人着急了 太心急了 好想知道 今天到底有没有收获 有多少收获 但是我们今天的运气 着实不太好 空手而归 不过远处的另一艘小船 有所斩获 让我们可以一睹 凤尾鱼的真面目 哦 凤尾鱼其实是刀鱼的亲戚 模样也有些相似 因为鱼尾金黄间隙 犹如凤尾 故称凤尾鱼 据说市场价格可达百元一斤 在广东急受食客的欢迎 在同一个海面上 有人忙着捕鱼 还有人搞起了旅游 码头上几艘休闲渔船 马上就要出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乘风破浪向大海更深处驶去 游客们吹风赏景 拍照嬉笑 不一会儿功夫 船上开始砸网了 拖网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一起来看看收获如何 沉甸甸的鱼网拉了上来 活蹦乱跳的各种小鱼 还真是不少 惹得游客们纷纷拍照 行种还挺多的 这是叫什么呀 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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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河豚 小心小心 这个就是吃到手的这个 它这个上面有毒是吧 不是 到下面的 这个岸顶 这个岸顶 河豚然后小虾 这是什么鱼 这个鱼鱼 鱼鱼 这是叫什么 这个黄鱼 黄鱼 哇 很大 看到还有海螺 你在干嘛 你在挫它 它生气的 就是一大了 一只挫挫挫 它生气了 就骨骨的 哦 挫挫挫 对对 挫挫 看看它会不会 这个生气它就鼓起来 好可爱 气嘟嘟的 被打捞上来了 非常生气 越捏它就越鼓 来 试试 好好好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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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扁扁的 你越吵它就 呜就扶起来了 像一个小气球 爆炸的一样 太好玩了 大鱼 小鱼装满框 还有螃蟹和海蛇 这真是满满的收获 捕鱼活动结束后 船舱里开饭了 你吃什么呀 这个烧口 哇 好烧口 微衣装的 BOP 哇 漂亮 最原来吃的 你吃吗 好 你吃吧 你当自己好 要不吃得了 自然一点 可以了 海鲜粥 海鲜粥里面的螃蟹 透着大海的鲜味 一整香的生蚝吃到饱 再加上当地的特色小吃 新鲜水果 一顿特色传餐 让游客们吃得心满意足 高兴了 看见大海 很狂愧的 吃那个海鲜 很好味道 那个生蚝很肥 介绍朋友来吧 开心一起来 平时的话工作太忙了 就没有时间带父母过来 今天难得周末 就带父母过来一起玩 我应该是最喜欢捕鱼 就这个平时真的太少见到了 太少见到了 对啊 除了捕鱼 还有一些项目 是渔船上很受游客欢迎的 歌曲唱起来 宽阔的海面上 绝对不怕打扰到邻居 开香槟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高脚杯和海风 是海面上的绝妙搭配 球东亭是这些休闲渔船的经营者 在别人想把这些休闲渔船转手的时候 他果断收入囊中 在他看来 这是个风险 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因为我们是江门马靠海 然后我也是喜欢大海的人 去年偶然有机会 对这个休闲渔业公司进行了一个收购 然后了解之后 其实休闲渔业呢 除了旅游观光 还有就是宣传我们的渔民作业啊 然后传统的一些手法 那些就是给大家来学习一下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球东亭说 他们的出海观光游还有其他种类 我们现在有三种品种 一个是快艇 一个是豪华游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 现在在做的一个休闲渔船 衙门镇海洋资源丰富 渔民们主要是靠打渔为生 出海打渔回来补网 经营旅游业的寥寥无几 球东亭的休闲出海体验游 在当地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现在我们主要是引回一些 亚南本地人回来工作 那些年轻人都是在外面 在市区里面打工 很少人回来 我们来了之后呢 就招了好多的年轻的本地的 那些小青年 然后他们也觉得回家乡干活 是其实更开心 靠近父母靠近家乡 共有亲切感 那这一天你现在能出几趟船呢 一天的话我们最高峰三四趟 就是平均一条船就是两趟这样子 这个工资怎么样 我现在的收入大概在五千这样子 因为它工资还有低层 在我们亚南来说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工资差不多是最高 同一片海域多种收入 衙门镇海洋资源丰富 旅游业的开展 让当地渔民空闲时 也有事可干 有钱可挣 广东人爱吃鱼 江门人更是离不开这一口鲜 黄建秋是新汇区大鳌镇的养鱼小能手 他刚刚培育出来一批鱼苗 立刻就有客户上门来收获了 他为什么要盖这个黑的袋子 把那个黑幕盖上来 那个鱼都 鱼苗都往那边走了吗 是的 是的 全部都走过来了 所以它就是这个鱼苗是喜欢亮的地方 不喜欢暗的地方 是的 是的 在池塘里铺上滤网 盖上遮光布 随着一步步工作的推进 小鱼苗逐渐集中到了一起 这一些我看黑黑的密密码码的 这些有没有判断有预计有多少 应该我们按那个厂量 应该有个250到300万来的 那这些打算卖多少钱 它有个狼狈嘛 那些狼狈就100克就5万条 应该现在都是50块1万左右了 小小的一杯鱼苗就能卖到将近300元 那么这么小的鱼苗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一个星期大的鱼苗还看不清楚模样 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种 于是黄建秋就带我们去看看 一个月大的鱼苗是什么样子 那你现在吸水珠嘛 然后把它引过来了 就撒点溜下去 这是什么样子中间这里呢 它那些是水珠 水珠 那个水的卫生物我把它溜上来了 然后放在那个血柜里把它截了 然后现在它过来了 然后你可以去慢慢调它吃掉 就是吸引它过来了吗 刚刚第一次调它吃掉嘛 你放在这里 它有两三餐它就会吃掉了 都吃掉 开始吃了 它有一个适应过程是吧 把这两种药放在一起 让它知道那个能吃这个也能吃 对的 然后三餐去之后它就完全可以吃这个了 完全就吃这个了 训练鱼苗进食 这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一旦鱼苗们学会了吃饵料 就基本上具备了生存长大的能力 此时的鱼儿们身价又不一样了 个头越大 价格自然越贵 而长大以后的鱼 住所也从小水池搬进了鱼塘里 这些鱼都像认识了小黄鱼一样 你看我刚才它往里跑走 像箭一样的就穿了过来 跟着它过来了 这个母鱼是这样的 这些黄鱼都是母鱼 都是母鱼 就是不是应该有个七层是母鱼 有三层是母鱼 你这喂它们的这是什么呀 那个是冰鲜 就是那个在海里捞上来的 然后最冰的那些都是吃鱼来的 那就是鱼也是吃鱼 是是是 你的食物就是吃鱼 为这个有营养吗 一般的一年一年的鱼就可以用来长大了 一条鱼从小到大 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创造着效应 黄建秋经营水产养殖业 年收入过百万元 现如今他还带领着当地的养殖户们 组成了合作社 大家抱团经营 分享经验 共同致富 靠海吃海 无论是水产养殖的徐心白和黄建秋 还是出海打鱼的黄佩义 经营旅游业的邱东亭 他们都热爱着家乡面对的这片大海 大海也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回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